什么样的狗最爱咬人 我们碰到咬人的狗如何至宝 有很多人认为性格凶猛 胆子大的这种狗咬人的概率是最大的 其实大错特错 反而是胆子小的狗 伤人的概率是最大的 这些狗性格比较敏感 一旦受惊就非常容易造成咬人的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 小型犬咬人的概率比大型犬高出了八倍之多 像太迪犬比熊犬之类的小型犬 伤人的概率是最大的 那么问题来了 像这些小狗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被它咬呢 首先第一点 咱们尽量不要跟狗对视 特别是陌生的狗 你跟它对视的时候会给它极大的压力 如果这只狗胆子比较小的话 它随时都有可能突然间受惊 发生咬人的情况 第二点 看到这种胆子小的狗 咱们就当作没有看见它 离它稍微远一点的距离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运气不好 养了一只性格非常敏感 非常胆小又容易咬人的狗 我们应该如何给它训练好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尽量给它做社会化训练 什么叫社会化训练 给它戴上口笼 多到街上去遛狗 见人见多了 它胆子慢慢也就大了 也就不太容易受惊咬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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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